各位读者帮玩好 欢迎收看2017年8月30日光华夜报抢先看 今晚的光华日报夜报头条 希望联盟一决在第14届全国大选不会与伊斯兰党合作 西联主席理事会于周一晚进行长达三小时的会议后 发布文告做出声明 希望联盟将不会在第14届全国大选与伊斯兰党合作 这份于凌晨时分发布的简短文告表明 西联已准备在第14届全国大选应对可能的三角战 国际新闻 继上周六发射短程导弹后 朝鲜周二早上聚报在向朝鲜半岛东海发射一枚型号未名的弹道导弹 日本传媒报道导弹飞越日本上空 当地政府一度警告该国北部的国民戒备可能进犯的朝鲜导弹 并到地下室等地方避难 日方其后指责朝鲜此次试射导弹是对日本前所未有的威胁 娱乐方面 韩国男团Big Bang T.O.P.因呼麻遭判十个月有期徒刑 缓刑二年执行及罚款12000韩币 原先的义务警察职位也被判定为不适任 T.O.P.目前请病假在家中休养 有新闻网指出首尔地方警察局25日接到国防部通知 安排T.O.P.转译成为社会服务要员 完成剩下的一期 以上就是今天的光华夜报抢先看 预了解更多新闻资讯 请翻阅稍后推出的光华日报 阅读愉快